国际焦点先来关注乌克兰大反攻传出重大进展 乌克兰今天宣布乌军已经收复 位在主要前线城市巴赫姆特南方 具战术重要性的城镇克利什基夫卡 乌军接连收复两座关键村庄 现在连城一线足以切断俄军的补给线 另外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本周将前往美国跟拜登会面 而根据CNN的报道 此行希望的是争取美国援助长城飞弹 乌克兰持续面临的是艰苦作战的俄罗斯展开反攻 躲在豪沟中开枪与俄军近距离枪战 乌军反攻打得辛苦 但好险最近在巴赫姆特接连传捷报 乌军拉起旗子 宣布成功解放巴赫姆特以南的小村庄 克利什基夫卡 现场都还听到炮声隆隆 而这已是乌军一周以来第二个收复的地方 总统泽恩斯基公开感谢士兵 因为就在前一天 乌军在另一座被轰得粉碎的小村庄 安德里伊夫卡千辛万苦终于挂上蓝黄国旗 这两座不到千人的小村庄 在两军过去几周不断攻防下轰到体无完肤 没有一座房子是好的 居民全数撤离 乌军用无人机极数弹轰炸俄军 终于取得胜利 地图上来看 距离巴赫姆特以南9公里的克利什基夫卡 和9月16号解放的安德里伊夫卡 3D可连成一线 乌军重夺代表更能干扰俄军补给线 这让俄军国防高层大为震怒 乌克兰虽有西方军援武器 但是弹药不够多 打起来绑手绑脚 最后还是得向欧美各国求援 而就在巴赫姆特反攻 搅出一点成绩之时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也将前往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 在开战时期二度访美 并将和拜登会面 乌克兰将向美国提出三大军援要求 第一就是长程飞弹 美国的MGM-140 部军战术飞弹系统 一直都在乌克兰列出的军援清单中 射程可以达300到320公里 足以达到俄罗斯 还可以携带多达300枚以上的极数弹 原本应该是可以使用海马斯系统发射的 但是传出美国原屋的海马斯 修改了性能 无法搭配发射 美国之前对援助 有疑虑 但是最近态度转变 传出又将放行 这让乌克兰痛批 美国军援慢吞吞 反倒是给了俄罗斯大把时间 美军最高将领命力 反驳军员不是想给就给 马上就能运到 乌克兰坚称反攻慢归慢 但最起码让俄军守得很辛苦 不算毫无斩获 只是美国和北约都预估若要达成终极目标 把20万俄军通通赶跑绝对需要长期抗战 TBBS新闻综合报道 大陆解放军短短12小时派出高达103架次攻击扰台 数量破近期记录 美国参谋联席会议主席密立 接受CN专访的时候就提到 中国大陆如果想靠武力攻下台湾 那是战略上的大错误 因为他深信美军一定能够击退共军 密立还说习近平也不认为解放军现在有侵台能力 解放军一夜之间又派上百架共击绕台 自昨日起至今日晨间 国防部即征获共击103架次出海活动 为近期新高 已经对台海及区域安全造成严峻挑战 单日架次数量破纪录 解放军目的是什么 解放军海空演练扩大巡航范围 台海已经成了解放军的视讯场和练兵场 央视宣传片完全不遮掩 喊出台海巡航常态化 为了应对解放军的常态化军事射压 台军飞行员和战机已经疲于应对 可以说解放军都不用动枪动炮 靠这种持续的战备警循就能将台军拖垮 解放军嚣张放话 但美军最高将领认为没那么简单 美国参谋会议主席秘利 接受CNN专访谈台海 主持人披头就问中美军力比较 是不是暗示如果解放军清台 美军会出手呢 秘利只强调美国当然希望台海维持和平 关键就在不止秘利觉得解放军实力还没到位 连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信心也不足 秘利认为贺阻中共是当前重要任务 不过在中国眼里美国才是闹事的一方 这种逻辑思维很明显是属于贼汉捉贼到达一趴 因为美国是台海地区风高浪急最重要的乱源之一 也是导致台海地区局势不断紧张的最大的这样一个黑手 不止口头骂人 上星期大陆外交部也出手 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 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分公司 作为主承包商 直接参与8月24日美售台武器 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多次参与美售台武器 中方决定对上述两家美国军工企业实施制裁 但台面上互相指责 中美私底下其实不断找机会谈话 中央外办主任王毅 在马尔他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 举行多轮会晤 不止苏利文找王毅 过去三个月 美国国务卿财政部长和商务部长先后仿中 就是想架设防护网避免大国冲突 但也是短短这段期间 第二位中国大陆部长消失了 大陆国防部长李尚福 8月29最后一次公开露面 9月7号越南行程就因为健康状况取消 回顾前大陆外长秦刚 今年7月11也是被宣布健康因素缺席外长会议 是从两星期后正式公告免职 难道李尚福走上和秦刚一样的命运吗 第一李尚福未有缺席上周在越南的会议 第二他师傅真的正在接受调查 谢谢 我不了解你提到的情况 金融时报报导 美国认定李尚福遭到逮捕调查 不过中国国防部网站上 李尚福的名字还没撤 到底发生什么事 恐怕北京内部才知道 TVBS新闻综合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